各位学生和海外的妈妈朋友们大家好 那最近呢不少家长问我要对比几间私校 说孩子收到了同时几间学校的offer 应该怎么做选择 那我从今天这期呢逐渐给大家分享一下私校大PK 揭秘一下呢他们之间的优势和劣势 或者让正在纠结的家庭呢能够做一个正确的判断和选择 那今天我们要PK的两届学校是混校之王 Hallibury College和Hoffield Grammar 那看学校其实无非从学校的学术成绩 然后学习氛围 那学校的教研和科研的团队 体育的实力音乐实力以及学生声援的组成 主要这几个方面来看 我们先分析一下Hallibury Hallibury作为东南区海边Kidsboro和Brighton的一个 非常重量级龙头老大学校 它占据着周边最好的声援地带 那这间学校的组成呢通常是以本地的白人家庭居多 因为它十年级以后才招收我们国际生 对所以我们基本上是看不到小年龄的留学生的 那比起音乐和体育方面的培养 其实Hallibury它最让人值得隆重推荐的就是它的学术团队 它的教材体系已经变成商业化模式了 那以及它非常有实力的收获老师 那可以这么说Hallibury各年级 如果它招收新老师 它培训之后上岗的教师哪怕读教材 也会比其他的同年级的学校的学术成绩要更高 对所以它的教材是它目前来讲最值得信赖的一个很reliable的很可靠的一个学术内容了 对那除此以外就是它的高年级毕业班的老师 这个是非常非常有实力和值得一提的事 它的老师可以这么说 它是绝对花重金 然后占据着尾省前几名的老师 因为它相信VC老师如果有经验 确实能带动整个它学生的这个成绩拔高 对那VC的老师在Hallibury 他说基本上高考成绩是几分 基本差异都不大的 他说你基本能考45就是45 我曾经带一位八年级的学生面试过Hallibury 那么当时呢面试的时间是第三学期的其中的一个周 然后面试的过程当中呢 这老师就非常激动和兴奋的说 你下周就来吧 你就不要在原来的学校读了 无所谓自己现在学校的学费 他后一个周马上就来就读Hallibury 那从这个行为其实可以看得出来 这老师或者这学校整体对于人才其实是非常重视的 对他不舍得任何一个学术较强的孩子流失 那这个孩子呢目前在Hallibury读11年级 他其实刚去Hallibury的时候成绩平平 从八年级到十一年级三四年之间吧 他现在基本上在微省童年级排名前级的 就学术成绩啊排名前级的 所以看得出来Hallibury对他整体的学术 其实帮助是非常大的 对那另一间学校就是Coffee Grammar Coffee Grammar虽然其实他有几个校区 但他主校区其实是在Villers Hill 就是东南区Glenn-Weberley旁边 这间学校呢也是就是重视成绩的好学校 但是确实他的学术能力和他的科研团队呢 离Hallibury还是有一定距离的 对那我要提的是 这间学校他对于音乐的重视程度 是比Hallibury确实更强颜 对那我们从他奖学金学生的比例 他是不太吝惜给音乐奖学金的学生的 对那他从这方面来讲 我觉得他更秉承一个就是 全面发展多元化培养的这样的思路 有任何一个孩子只要去了Coffee Grammar 他都能够在某个领域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 对那这小孩踢球好这小孩篮球好 那他去了Coffee Grammar以后 他确实能在这里觉得我是被融入了 我能被这个学校或者是被同学看到我的特长 然后两间学校的相同点呢 就是他都是处于中型和大型之间 他的人数基本在一千多人以上 也都只招收九年级或者十年级以后的国际生 本地生TIPR都是可以申请的 对那几年级都可以 只要有TPR或者PR 等待时间的女孩在一到两年 男孩在四到五年 这两间学校的排队时间是非常相似的 对那所以如果家长想要吃你这间学校 我觉得最好你就要提前准备 对孩子一生下来是男孩 你就拿着出生纸赶紧去学校联系 对那排队以前有条件可以做一个score tour 看一看学校的样子 学生的面貌 跟老师沟通一下 看看老师的言语当中 他是强调什么方面的 那从我如果是个学生 或者我重视我孩子的学术 那我觉得今天其实在分析下来就有答案了 我应该会十有八九选择Heliburie 对因为我是重视学术型的 对那看您的家庭孩子的培养方向是如何的 然后再通过我的判断来进行选择 我觉得这样才更有地方是 最后呢祝大家2023年身心好运 我们下次见